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健康新闻 我是主持人林一璇 今天让我们来关心 人一开心百病不生 你的快乐指数有多少 压力是很多疾病的来源 会让人头痛疲劳忧郁 甚至会影响身体的免疫系统 而导致你生病 但是过得快乐的话 这些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 每个人都有可能被情绪所影响 只是没有时间处理 所以也没有察觉到 当低落的情绪不断的累积 压力过大的时候 就像是一个桶子 不断的往里面装水 久而久之 桶子爆炸了 就会产生忧郁躁遇的感觉 所以有些忧郁症的患者 在确诊之后才会回想起来 啊 我那时候好像压力真的很大 快乐指数又应该要怎么看呢 可以用这九个问题问问你自己 第一 我常常觉得心情好 即使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 第二 我的身体很健康 没有什么病痛 第三 我生活在一个很自由的地方 第四 我能选择自己喜欢的工作 第五 我跟别人总是相处愉快 第六 我认为生命是充满意义的 第七 我过得很充裕 不会为了金钱而烦恼 第八 我觉得自己在做对的事情 而且是非常值得的 第九 我相信接下来的事情会越来越好 这其中的每一项都可以是快乐的来源 不一定要全部都拥有 才代表自己是幸福的 有些人选择了喜欢的工作就很快乐 而有些人却要有足够的金钱 才会觉得快乐 快乐对于每个人定义都不相同 但不是拥有的越多就越快乐 而是要发现你自己是值得快乐的 以上就是今天的健康新闻 我是主持人林雨璇 想要知道更多的话 欢迎搜寻《还好健康》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